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行业前景是什么样的 现在香港的地方人手短缺 大概整个医疗行业的人手在香港大概有5万个人左右 有医生、无理系统、无需所有所有的 但是大部分是在医院里面工作 城市里面工作 我们现在针对是有一块地方是现在没有处理好的 大家继续讲 第一个就是那个 为什么 我们今次的比赛今天的环节是问答环节 你不用做评论 对对对 就有评论来问一问题回答就可以 所以 我都听到我给什么 就是答问题 我回答你什么问题 你问答就可以 所以足备时间还有三分钟左右可以问答 请问一声 好 好 你可以简单地问 这个项目就是AI股票 是 国际的采集病人的资料 国际的军事团台 然后人数据理说用AI 可以分析一下 最重要的是这个 每天每年都做一次健康的检查 这个就是你的医疗报告 我们先有一个OCR 做完之后 由于香港私隱条例的关系 和医务维守署 都没有一个平台 是装一些personal data 所以所有PRI的东西 都会放在手机里面 所有的东西都不会上载到平台 平台只是用分析用的人 而所有手机的资料 是PRI的东西 放在你自己的手机里面 这是考虑私隐的问题 亦都参考了欧洲的做法 好了 去到ONE的平台的奥妙之处 就是这个部分 ONE是一个很强劲 私有云的东西 那为什么私有云呢 就是因为security的问题 去到今天 都没有一个HA的指引 究竟说Data是如何保护的 因为香港Smart City 那里没有一个指引 究竟PRI是什么形式 现在在pilot这些blockchain 是PRI 是for这些东西 但是还会做出来的 我们不等这些东西发生 我们就可以用one net 去第一时间做这个东西 那么盈利模式是什么呢 就会是利用one net 做一个SI project 给医院去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PRI放在手机里面 这是免费的 为什么呢 这个patient data 其实是一个 我们叫做data link 是将来是for AI 去做一个分析用的 好了 到最后呢 所有产生的东西 这个就是收费的部分 这个就是smart report 譬如说一旦 有关的医疗机构 他需要用这些东西的话 他需要买一个smart report 这叫sofare 的 license 所以整件事呢 是先行盈利模式 考虑个私隐 以及整个medical industry 的特色 人手断权 推到最后的时候 是想做些什么呢 其实就是希望 我想做一个精准医疗会议 大概两分钟 大概这么多 可不可以说一说 你OCR 和AI 就是刚才我听到 OCR 本身 AI的成分 是如何表达 这个OCR 我想说 世界通行的standard 就是ABBY ABBY ABBY 这个是针对英文的 但是很不幸 因为香港也有很多时候 用中文出的 所以在这里面对这些困难 这个呢 我们的目标 可能是8-90% content 另外呢 其他的data的部分 譬如 好像这些 Google 这样的data upload device 其实有些大厂 是有些data 可以测评到 但是呢 目前 这些大厂 是倾向iOS的standard 这些困难 但是呢 怎样都好 所有医疗的东西 都要用一个OCR 的认识去做 而采集这些data 可以利用 今天最新的 那些叫做 Intelligent Automation 的方法去做 譬如举个例子 用一些 automation anywhere 或者各个人的东西 谢谢 谢谢 先生 现在到了 谢谢 或者我再解释一下 今天